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讲解 天正扶手截头的操作 在前面我们通过这个楼梯栏杆 或这个参数栏杆 创建了之后 但是这一个中间的一个截头处 我们没有正确的截好 截好 我这时候怎么办呢 应该说在这个位置要么有一个泥座 或者说栏杆 我这时候我们使用天正提供了这么一个 扶手截头命令 现在他 他马上请问 伸出扶手的距离是多少 我如果扶手的距离 比如说我150安飞车 他马上就问 事后添加楼梯栏杆 添加栏杆为外 双处栏杆为漏 我在这个位置选择添加 但是我选择添加 这时候 请用两点来框选需要连接的一对扶手 这一对 OK 大家一看 这里的他这个连接的扶手 这个栏杆应该是向下的 他这里来添加的时候可能出了一点错误 我们重新来操作 看试一下 我们选择方向 重新调整一下 扶手 150 添加 然后选择第一个脚点 第二个脚点 OK 当然他这里的还是这样子的 按我们这时候来可以 这个调整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线 垂直向下进行调整 OK 这样子的话就 也一样的把这个扶手 给连接好了 并且添加了这么一个 难看 OK 这就是怎么来添加这一个扶手 这就是怎么来添加这一个扶手